就是一個人的行動, 他可以改變很多人。 在伊朗, 在伊朗, 那邊有一個穆斯林的律法。 如果有人殺了你的兒子, 他必須要把他殺掉。 然後,他們把他放在床上, 然後, 他的親人, 把他所站立的椅子踢掉。 那就是殺害對方兒子的兇手, 那必須上吊, 那由他的親人, 把他所站立的椅子踢掉。 所以,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, 我放在YouTube上, 有一個人殺了二十幾歲, 他殺了另外一個人, 也是二十幾歲, 所以, 他們把他放在床上, 他們把他所站立的椅子踢掉, 所以, 他們邀請了他, 然後, 每個人都有手機, 他會把當場執行的狀況拍攝下來。 然後, 你可以看到, 這個媽媽, 她去殺死他兒子的兇手的臉, 打他, 賞他一個額光。 然後, 她把他脖子的繩索拿掉, 我不想看到他, 然後, 她說, 把他脖子的繩索拿掉, 我不想看到他。 我看到這種景象, 我留下傷心的臉淚。 你們也可以看這樣寬恕的影子, 我放在我們教會的臉書。 然後, 你可以看到, 受害者的母親, 就是寬恕殺人者的兒子, 讓他母親跪下來, 親吻這個受害者母親的腳。 那她擁抱她, 說我們兩個都失去兒子。 你的兒子成為一個殺人者, 我的兒子去世了。 她說, 她被承諒了, 她從那天得到寬恕的對方, 她得到很深的釋放, 她是讓對方沒有上吊。 她的例子, 有一個大影響, 她的作為有很大的衝擊。 因為在伊朗, 因為她的女人, 很多人仿效她的行動, 因為她的行動, 很多人仿效她的行動。 這就是我認為, 一個人的一個人可以改善一千人的行動。 這瘋狂的女人, 她從來沒有想到, 她的事做的, 會發展出這麼大的效果, 對吧? 對。 她不是基督徒, 但對我來說, 她就是。 因為我們知道, 她有這麼大的憐憫心。 特別是殺害她兒子的行動。 你了解, 她的意思是, 她只是走遠, 然後, 她看到, 這母親和母親的死亡, 沒有任何要離開他們, 還有一種疾病, 連結了他們。 那是為何我認為, 這件事是很大的苦力。 她是她的, 但她不是叫她, 叫她,叫她。 她不是叫她,叫她。 我母親是在握手, 她不是說, 她叫她的苦力。 她的問題是, 如果其他人是在嘴巴的, 聽到苦力。 如果一個人擔心,他們會有問題, 他們會有困難的力量。 尤其是,奧徒德式的方法是, 要求祂祈禱, 我會問一些靈性的人, 我可以做什麼? 如果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愛好傷痛, 我們首先要為祂祈禱, 跟祂講說,有什麼事情, 我們可以幫祢,幫祢來幫祢。 我們不會跟祂講說, 閉嘴不要打擾我。